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我算知道什么叫吐死湖北了 说卡扎菲死了 穆巴拉克听了之后哭成脑死亡了 这人都哭得心脏停止跳动 医生给他吃了震惊药怎么抢救 才抢救过来 说他大脑已经脑死亡还是接近脑死亡 你说他今天已经炸了 对 今天的新闻在一处秘密地点下葬 穆巴拉克那个是这样 因为他们说这两个人都是独裁统治了很久 那看网络上很多消息就说 这两个人本来就有一些交情的还不错 那还有一种比较另类的说法是说呢 是不是穆巴拉克这鞭子呢 故意给他看卡扎菲的一些相关的消息 刺激他 所以让他突然间 大家现在医生医疗团队是说真的是救治无望 你说他的敌人就是想用这个吓死他 这是一种说法 就不用审了 看宫廷系看到了 这是你看 他是宫廷系的兴趣 但是我觉得这几天至少有一部分人 有一种你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兴趣 我觉得利比亚这个风俗习惯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排着队看死尸 这个我在好像其他国家还不大见到 就是说当年莫索里尼是这样 他是吊 吊起来是吧 这个是放在冷库里 排着队听说市场还卖门票 好像进去排着队进去看 我看了一段录像就是他们进去看 还秩序井然的 拿手机 尤其是这个手机 很多人在拍 然后那个进去的一个士兵在回答记者的问题 就是他是为了他死去的战友要去看 因为他说他的战友就是为了跟他打仗 他在飞打仗打死掉了 就是他们反对派的 那意思是说他等于是我们终于把他打死了 就达到了我们的胜利了 所以我是带这些战友 就是你从这个角度也理解他的心情 所以他那个尸体睡在那里 那个样子非常不堪 对不对 上半身没有穿衣服 然后总之是一般来说 这是超越人道底线的 舒婉我倒想问你这问题了 看见你我就想起希莱里了 你知道他们打死本拉登的时候 你记得那张照片吗 他们在白宫作战史 问题是希莱里也是一位女性 你看那个每个人的表情 奥巴马就是这样看 那显然是看打死拉登 然后希莱里那个 就实际上就比较表现出一个女性 感觉的很惊恶的那个表情 其实希莱里他算是看起来是女强人 可是他很多方面相对是比较直率的 其实不只是他看拉登时候表情这样 其实就是像这一次 他得知卡扎贝死军 他在阿富汗的时候参访的时候 接受一个地方媒体的一个采访的时候 那个录像算是用花絮的方式 做了新闻报道 那个时候他可能是幕僚给他的手机里面 显示卡扎贝死了 他自己就忍不住念出来了 就一脸也是惊讶错的表情 后来人家问他 我觉得不愧是希莱里 他的反应是不到一秒钟 立刻就说unconfirmed 未经证实的 告诉大家是未经证实的 但是还是难难自语 那两次还让他说 你作为一个女记者 但又是女观众 你觉得在电视上 这夹连篇磊的在播那些画面 你什么观感 我自己是有个心情 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讲的 那个涛哥 我们对于利比亚 很多风俗情况是不太理解的 以前就是伟人挂了的时候 他的遗体会接受 伟人挂了 如果说是一个统治的 他是很受万民爱戴的 那可能有这样子 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按照有一些士兵 他们被采访的时候 就是说伊斯兰 他们有传统羞辱人的方式 就是把你示众 把你最不堪的样子示众 还有就是有每个人轮流 吐他口水 打他一巴掌 或踢他一脚轮流 排身圈圈 这也是一种传统的 羞辱的方式 我们不能理解 但是因为我作为一个非常远 那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实地 到那个地方去采访 所以我或许也没有资格 去说一些什么 但我有一个心情就是 盯了利比亚的情势这么久 你看我们每天新闻那边跑 利比亚战火最新的心势 盯了这么久 守了这么久 那一天一撞主播台 他们就说 可可我们大家注意 可能有没有突发 咔嚓被死了 挂了 我自己就是一句 然后心里在想 这到底是证实的 还是未经证实 你不是跟希拉里一样吗 对我也会啊一下 因为我的心情是因为 长期以来追了这么久 似乎快要告一个段落 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当场就想到说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接下来你一定是看到利比亚 宣布全国解放 你一定可以判断到 后来怎么样 接着利比亚为了选出多少 内阁官员要进入一阵子 不稳定的状态 然后接着你要看 到底是美国介入的首身呢 还是法国英国 你已经预判到 想到后来的情况 但我有一个心情 就是说 我自己在微博上 我也发一个心情说 其实我很难去形容我的心情 我只是说卡扎菲 他或许他做了很多 让人家不堪辱骂的事情 但一个强人领导政治的过去 我不懂对于一条人命的死亡 还有欢庆的这件事情 在的时候 那么对这个地方来讲 有没有真正的和平 你看 你看接着没多久 你看他的孩子 有点感触 有点感触 这个我是看了很多 关于现在他这个死因 还在调查 你知道我脑子里记住的几个细节 就是说 曾经有一个士兵声称 是我打死了卡扎菲 他当时描述的细节 他说是看见一堆 用人他走过来 他上去就抽一大嘴巴 抽卡扎菲一耳光 然后说卡扎菲跟他说 我就像是你的父亲 然后他又这一耳光 卡扎菲说 你就像是我的儿子 然后他自己说 但你并不知道 是不是吹的 到底是不是他 另外一个 我所知道的 就是我汇总 这家伙有点全球 你知道吗 先是在内华达州 美国的 那天卡扎菲要离开苏尔特 他那个车队 本来要凌晨三点离开 但是折腾折腾 那种国家节奏慢 八点才出发 可是内华达州的美军 已经知道了 那有异动 然后呢 从9600公里之外 无人飞机 已经起飞了 飞飞飞 无人飞机 飞到他那个车队的上空 发射导弹 打 你看这是美国飞机 发导弹 炸翻了车 然后呢 法国那些 那些欧洲国家的 那个战斗机 那个飞机 也起来 也打 然后没把卡扎菲炸死 然后领着走 走 走呢 钻到了下水道里 钻到个下水道 钻到下水道 这个时候那些个民兵 过渡政府武装 也出来追 然后呢 我也听到一句话 在下水道里 有人喊 就说 我的领导在这 他不知道 在利比亚画 是不是领导 就是卡扎菲 在这 他受伤了 然后 拖出来 然后拖出来呢 你知道 最近一家英国媒体 把那个 那个手机 那个视频 看不清啊 那个英国媒体 弄了几个截屏 我看他们是 企图证实 就说 他们处决了 俘虏 他们是 处决的俘虏 你看 你可以看看 这几个照片 他们就用这个截屏 想一下 我看他企图证实 你看 这是从污水管里 揪出来 你再看下面 受折磨的卡扎菲 表情痛苦 到最后是 右侧的脸部 也被手枪对准 就左侧也曾经 被手枪对准 对准太阳穴的地方 你看 垂死前几秒 痛苦呼吸中 然后 第四章 还是在同一地点 但是明显 已经被打死 就是说 俘虏了你 再看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被打死了 这段路线 我仔细地看过 一共三分五十五秒 非常混乱 你知道最后 还是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他最后是谁打枪的 和怎么样的情况 非常混乱 我全部都看过 整个这一段 不过是很惨 就是这段东西 是蛮耻辱的 就是这个战争 打到这个地步 反正这一段 现在要调查 但是我就看 我就觉得 就是说 可能青少年儿童不一样 但是对于我们 这个中年老年男子 看看这个有好处 你就看到这个 众生平等 就人命 都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 本质是个什么 对吧 不可一世的这个人物 就像个猪一样 到最后死的 就像个猪一样 可以 就像个狗一样 被弄死 有个什么光环 所以为什么 那个时候讲 你看我那天 看见一个纪录片 他纪录片的讲 说人没有办法 直接面对死亡 就像我们的眼睛 不能直接看着太阳 所以我们看太阳的时候 要用滤镜 所以他就说 人类的葬礼 包括这种变移的工作 人类的葬礼 就像是我们看太阳的 一个绿镜 绿色镜 我们通过那个 我们才能看直视这个 可是卡达威的这个 好像没有这个了 眼睁睁就看着 这个人 一切符号 一切个 家于身上的 这些个身份 这些个威风 历史 就是这么一个 对 但我常常心里也在想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常常 其实已经透过了滤镜 在看事情 但还是不能够学习到 一些真正该思考的事情 什么该思考 对 比如说 我 陶哥你刚刚讲的一句话 我突然间想起 我很久以前 这个在念书时代 我想到了一段话 就不知道谁写的 说圣非清高 俗亦不低劣 但不论圣人俗子 其实不过都是血肉之躯的 凡不俗子 对 我们大家不过就是血肉之躯 你一枪给我我就挂了 我再伟大我都挂了 所以人不是生而平等 人是死而平等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舒婉说有一些问题 对 因为其实呢 我就注意到 就是说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像 卡扎菲就这样走了 那人家网上就来讨论说 这样走是凄凉吗 但有人也觉得 他实在是不值得同情 觉得说他挂了呢 可能其实才是挽救更多的人命 对 但是总的 那我一个信心就是 一个卡扎菲之死呢 引起的一个联想跟争论 到现在还是有的 对 到底该怎么样 我们 我觉得应该这样 就我们现在文明那么进步 科技那么进步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 看待一个生命的流逝 但是问题是 他又在一个复杂 极其复杂的一个政治背景下 所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他们有很多生活细节 我们是远远不能理解 比如说包括他们宣布 解放的当日 我们前前记者也说了 你都已经解放了 感觉应该是过得更好了吧 可是那个枪声 他们还是习惯于 把枪对空名枪 要是在我们这种社会 我们走在街道上 你一听到枪声 你一定每个人都吓到 趴在地上了嘛 你知道就是土耳其啊 这竟发生这个悲剧的 前一是去年就有个新闻嘛 在婚礼上 这个新郎什么太高兴了 拿这个AK47 对 我现在打这个枪斗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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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牵起七大姑八大姨 包括岳父扫倒了一大便 你这 这是很悲剧 虽然讲来笑 但是当场实在是觉得 非常悲悲的一件事情 是啊 从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也可以说 暴君最后被人暴死 接头 这个也是有必然性 比方说领遗 希特勒也预计到这个情况 所以他叫他身边的人 把他的尸体烧掉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他也有他的必然性 那么从实际的政治的运作来讲 我估计各方面都是觉得 早点把他打死会好一点 因为审判会很多麻烦 而且他的死掉 就是因为他的局势不那么稳定 所以他的死掉可以使得反对派 更容易镇压他原来的羽岛 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等等 但是即便如此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尸体这个样子 我还是感到不安 对 因为他的意思 我还是感到 我觉得以暴一暴 不是一个文明 就是我们的文明远远没有进步 拉登之死也是 这一次也是 你看他们最后 比方说 你为什么秘密的安葬 因为伊斯兰教师要土葬 其实他已经过了20小时 已经有点违反 但他们不能够公开葬 因为他怕将来他的用户派 把那个地方当作朝圣 对 然后反对派又会去掘坟 对 变成一个新的动乱 所以只能 又不敢像拉登这样 完全由美军操作来做海葬 所以这都是 就是政治上运作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实际 现在里面的时候 但是我们远距离看 不管怎么样 卡扎菲斯那个时代几十年 他是独裁者没错 但是他有很多的理念 有很多的做法 远距离看 是有理想主义的成分的 所以有一种传说 卡扎菲斯一个大的手 让他摸血的时候 说他跟这些人们 有人说他求饶 但是你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有人说 他说的是什么 说他们想要什么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据说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们想要一夫多妻子 现在这点是实现了 所以我有点弄明白 这个过渡政府武装 为什么这些反多派的男人 打得这么来劲 说宣布解放 有可能实现要一夫多妻子 不是 这是开玩笑 但是徐老师刚才你讲的这个 我觉得他又有一个现代 你说他不文明 但是又有一个现代社会 很不同的工具 你看我在很多照片当中 这是卡扎菲和他儿子的死士 你就看见这个手机 你看看 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工具 你注意这个照片当中 一个个的手机 这个小玩意儿 我就一下子想起什么 野蛮的 过去也野蛮的 但是没有这个传播工具 你比如说 关羽关公 给砍了头 只是在传说当中 传为大家唏嘘不已 可是实际上99%的老百姓 是不会有机会 三国的时候见到关羽 被砍头的这个样子 但是你看今天 萨达姆 不管是什么人 对吧 不管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 或者他干过什么 你真的说眼睁睁看 这么一个老头 他就是个表情木讷的过来 然后绳子套 套在脖子上 然后逛一下 把这个脖颈椎坠断 是吧 然后就死在这 这就是手机 你知道吗 现在的问题是 所有行为 都能传播 你知道吗 不是世界上 什么时候都有野蛮 但是你看 现在 是什么都能看见的 而且是 所有人 都能看见 这跟诺贝尔 发明的炸药一样 文明的进步 同时又是文明的灾难 现在那个手机 是一样的道理 它带来了 先进的文明 同时它可以继续野蛮 这是工具而已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思考挺有 挺有意思的 你看 现在就变成说 你看他一个死状 都能够传播 所以现在还有真正的 渔民的方式吗 渔民 比如说之前卡达 被人家诟病 就是说他施行了 很久的一个渔民政策 就不愿意让利比亚人民 去学英语跟法语 就希望让他们在资讯上 有一些切断 不过刚才徐老师也提到 就是你心里觉得怪怪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们大家在疑虑的是 你看 当对他的这种死的 这种呈现的方式 有一点疑虑的时候 当这种疑虑还在的时候 这种恐怖 暴富的这种 这种害怕跟恐惧 还是在的 对 尤其现在又透过 刚刚刚刚提到了 这个科技那么多的 一个传播 你看这种 印象的加强 是不是更深刻的烙印 在我们的心里呢 对 他儿子不是说 上海报仇呢 他的遗孀 他的遗孀呢 就是卡扎菲 卡扎菲的妻子遗孀 他也说了 他自己怎么讲呢 他是说 他用这种方式说 他说你看 这些外国呢 四十多个国家 联合起来围攻我们 然后说卡扎菲呢 就是还是不愿意 怎么样也不愿意 离开利比亚的人民 你看我们坚守了多久 好 这个东西算是事后话 可是对于 原本对卡扎菲 还有一些希望的人来讲 你觉得这话有没有用 就人家四十多国打你一个 对打你的这个家族 你们这个家族 看起来好像 似乎是奋战不屑 在这个利比亚这里 那你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看 大家一定在那边猜想 你接下来如果说 当这一个过渡委 他们未来酬建的政府 他们在生活上 可能没有办法 如先前所说的 革命真正成功了 给老百姓 安居乐业的生活 那你看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会有一些 在这个伊斯兰教 到时候又不符合 西方的一些价值观 会有这些冲突 经济上倒不用太大 担心因为他的油实在太多 他以前的六百万人 能够过得好日子 因为他每年有 几百亿的美金的 卖油的收入 只要明年他能恢复油 我觉得这个到问题不大 实际的解决问题不大 但是问题是 你站在整个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来看 卡扎菲当初上台 是七零年的那个时候 差不多 那个时候 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是全球 是非常左的一个时候 六十年代 它是这么一个时代 所以他等于是这么一个 六七十年代革命时代 现在仅存的 你说他理想主义也好 你说他独裁者也好 他两者是 这个一个前臂的两面 是那个时代仅存的 所以有些人站在 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会对他有一些唏嘘感慨 他是什么 他是人民委员会 总秘书处的总秘书 请记住他的职务 上校嘛 他就说他一直说 他不是任何官职 他早已经放弃任何官职 他的官职 他曾经做过最高的官职 就是人民委员会 总秘书处的总秘书 这说明还是秘书的权力大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都是去广告的时候讲得好 刚才去广告的时候 我觉得书丸 有一个很发自内心的一个观感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角度 说这个卡扎飞 这半边脸的血都烂了 他说他当时他都会想到 他说比如说 如果是当年我们的蒋介石 被人看到这么一个样子 会怎么样 你觉得会怎么样 我是这么想的 你想想看 就是当一切都没有这个照片 图像世人的时候 包括关羽这么的英勇的时候 他的支持者 就我们说传说会发酵 传说传说你会把这个人 他可能原本就一枪就毙命 可是大家会把他讲成说 他还挺立了几十秒 甚至一分钟 对不对 传说会把一个人 可能只是一种很快速 甚至很狼狈的死亡 说成好像是个很伟大的一个事迹 所以你看这个像狗一样死 其实是去神圣化 你就彻底的去神圣化 所以你看我们就来看 当有人在忧虑说 知智卡扎飞人会如何如何报复的时候 但如果一切都不是传说了 而是你眼睁睁看到 他是这么样一个不堪的一个死法的时候 报复之心还会这么强烈吗 我不知道 我没有答案 但我只是一个疑问 那我问问你 你好比说当年台湾人看见这个阿扁的这个银鱼肚子 对银鱼肚子 他不觉得有点犯恶心吗 坦白说 那个时候就因为都要选举了 你知道吗 是事后你才会想到这个层面 在当下 因为从来没有 对于从来没有发生了事情的时候 群众都会有一种未知的恐慌跟盲从的 对不对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当然你事后就觉得 这个怎么伤口这么的平整 当然就会去有一些想象 不过毕竟他是没有 只是露个肚子 又不是说他的那个脸的表情 如果加上了表情可能不一样 死去的呢 当然是悲惨的 但是这种画面出现 说明赢的人也不光荣 你说的这个话呀 倒是跟他们找的这个 马维都说的话有点像 马维都说什么 说中国有古讯 实施物者为俊杰 可卡扎菲不是俊杰 以卵基石 死于荒野 马阁果尸 这结局对卡扎菲本人不算是耻辱 你看他觉得不算是耻辱 而对强势的北约 未必是光荣 你这么看 刘少奇到最后到火葬场的时候 也是用化名的 就是说即使在那个时候 大家很恨叛徒内奸公贼 上面也非常义正词严的去打他 但是等到他真的这么去世的时候 是用化名去火葬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接受一个 就是高位的人 被人当敌人惩罚到这样一个不人道的地步 这是我们不想见到的事情 这是不好的事情 我们好像是不是还有着点为尸体会 对 就算你是 就算你 那个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 99%都认为他是坏人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能接受说 这样的一种肉体的程度 所以要隐瞒 当时说有这个赫鲁晓夫 给这个什么鞭尸 给斯大林 有这种传说吗 没有 那鞭尸是形容的说明 是批判他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感谢观看